据法新社报道 28日 美国队主教练格雷格伯尔哈特为美国男足 是用错误伊朗国旗道歉 他同时辩解称 美国的工作人员及球员没有参与其中 此前 美国男足社交媒体账号发布B组积分榜 伊朗国旗上少了中兴的国会标志 很快引发伊朗方面不满 伊朗足协已就此时向国际族人投诉 世界杯B组小组在第三轮伊朗队和美国队 将于当地时间 11月29日晚 北京时间11月30日 凌晨三十交手 争夺出现名额 未经许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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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许可